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二十九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疫情 國內單日新增病例 連續四天是維持在兩位數 昨天有六十個本土病例 三個人死亡 而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雖然整體的病例數字是在往下走 但是最近百貨公司和風景區的人流增加 卻是一個防疫上的隱憂 新冠本土個案持續增加 週一二十八號新增六十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新北市三十三例最多 其次為臺北市二十二例 桃園市兩例 基隆市南投縣及彰化縣各一例 另外死亡新增三例 而這也是連續第四天 單日新增病例數低於百例 再創三級警戒以來新低 而日前從秘魯返臺的祖孫兩人確診新冠肺炎 也連帶把印度變異株傳回臺灣 指揮中心緊急匡列與祖孫兩人同班機的前後兩排乘客 總共三十八位 目前三十四人PCR採檢結果均為陰性 由於外界對於印度變異株的傳播力非常關注 指揮中心表示 從新加坡研究發現 印度變異株仍是以發燒咳嗽為主要症狀 和英國變異株沒有明顯差異 疫苗對於兩者的保護效果也差不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變異株的加護傳播力 比英國變異株還要高 此外近來本土確診數下降 民眾開始關不住 百貨公司和各風景區景點紛紛出現人潮 指揮官陳時中呼籲大家 沒事盡量不要出門 有事快去快回 就算大家有戴口罩 但人流增加也是一個隱憂 記者Lashimi朋友組台報道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聯合報的頭條是 Delta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新北市長侯友宜和桃源市長鄭文燦都表示 希望任何國家入境的人都要篩檢兩次 自由時報是提醒 綜合所得稅申報到明天截止 財政部統計 還有38萬戶還沒有報稅 而考量到醫師人員致力於防疫 財政部宣布 醫師人員申報以及繳納 可以展延到8月2日 中國時報是報導 十二十五昨天證實 高端疫苗有重要技術性資料沒有補齊 已經要求補件 7月底才會進行緊急使用授權審查 7月恐怕沒有國產疫苗可以施打 而了解完了三大報的頭條繼續來關心 美國所贈送的250萬劑莫德納疫苗 將從7月1日起開始配送到各縣市來進行施打 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天到桃園視察疫苗檢驗 風間的流程 除了對工作人員表達感謝 也強調疫苗從原廠製作到打在國人的身上 是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謹的旅程 變種病毒來勢洶洶讓國內對於疫苗的需求更加迫切 行政院長蘇貞昌28號到頭園玉立公司視察 冷鏈倉儲以及疫苗檢驗風間的流程 並且向現場的工作人員及食藥署同仁表達感謝 穿著厚重羽絨在零下20度的環境裡檢驗風間 蘇貞昌表示 疫苗從原廠製作一直到打在國人的身體上 這是一段非常漫長 科學 專業而且嚴謹的旅程 可見疫苗的珍貴性 還有政府對於每一劑疫苗安全性的重視 需要有相關的人員 車輛 倉庫 找整個專業的運動 然後還要一個個來融洩 真的是很厲害 食藥署提醒 這一次美國所贈送的250萬劑莫德納疫苗 和前兩批次從歐洲原廠購入的莫德納疫苗 在外觀還有儲存溫度以及每瓶的充填劑量都有所差異 28號已經完成檢驗風間 並且交由疾管署進行後續疫苗接種作業 預計將於7月1號正式開打 記者賴淑敏 朱鋒之無奇稱綜合報導 屏東縣的方山鄉出現Delta變種病毒群聚感染 當地的豐港和善宇兩個村的店家停止營運三天 原本是昨天到期 縣政府宣布再延一天 以確保村民都打過疫苗 也都做好了大消毒 而另外確診者當中 有人去過方寮醫院看診 醫院昨天也休整一天 全面消毒 屏東方寮醫院大門口立著修整期間 大門封閉的告示牌 還是有不知情的民眾來看診 卻撲空 屏東縣在二十八號新冠肺炎是零確診 但為了防堵印度Delta變異株 本來宣布二十六號起 豐港鮮魚兩村的商店 市場和餐飲業禁止營業 停業三天 中午時縣長潘孟安受訪說 不排除再延長一天 潘孟安要店家再忍一天 確保符合資格的民眾都打完疫苗 也讓兩村都大消毒後再復業 也因為二十七號確診的果農 多次進出方寮醫院 沒找出感染源 還與方山群聚感染中 確診印度Delta變異株的感染者 都到過方寮醫院 縣府要求一月二十八號全天修整大消毒 善於封港村民的疫苗也持續施打 篩檢站也改為直接篩檢PCR不再快篩 另外因為果農的感染源不明 縣府擴大篩檢範圍 毋於六月十四號去過方寮醫院的民眾方寮鄉春日鄉居民都來篩檢 最近四天篩檢人數一千五百人 結果都是陰性 也有臺大教授建議縣府在將範圍擴及獅子箱車程箱 縣府回應各界寶貴意見都有收到 目前屏東的防疫措施跟教授建議的方向是一樣的 記者王庭孟昭全屏東報導 新北市昨天新增了三十三例的本土病例 而其中烏來首度出現兩名確診個案 為了立保物資不中斷 新北市的肉品市場 家禽市場 還有魚市場 全部進行快篩 並且施打疫苗 不過盧州卻有市場傳出了攤販確診 連續兩天休市 要全面大消毒 新北市本土確診個案數再度低於五十例 二十八號新增本土病例數是三十三例 但烏來卻首度出現了兩名確診個案 是一名年過九十歲的長者 以及他的照顧者 市長侯友宜強調 實際上是發生在醫院內的院內感染 而備受外界關注的三重魚市場篩檢結果 侯友宣布全數快篩陰性 到中午十二點 我們快篩了三百三十二人 全部都是陰性 疫苗接種兩百九十八人 我們今天會持續把快篩七百五十人 把它篩檢完畢 同時接種疫苗 立保物資不中斷 新北市從肉品市場 家禽市場到魚市場 全部進行快篩並且施打疫苗 不過盧州卻有市場傳出碳飯確診 市場隨處可見公告 連續兩天要全面大傾銷 早上八點就有通知了 說我們這邊有人有確診 叫我們要休兩天 接下來會在連續的兩天 請店家及攤商停止營業 並進行清銷 那也請近期有到盧州 中央路市場的民眾 能夠就近到永安兒童公園 快篩站進行篩檢 讓新北市政府擔心的 還有來勢洶洶的Delta病毒 曾經與屏東確診者 有接觸的兩個人 包括防疫計程車司機在內 PCR採檢都是陰性 防疫計程車 它是在六月六號 在這個祖孫到南下屏東 那這個中間其實間隔 已經是二十一天了 所以它是屬於中央匡列的 其他追蹤 也就是擴大採檢 必須要加以採檢 那它實際已經採檢 它的PCR是陰性 它並不是一個確診的個案 由於Delta變種病毒已經入侵台灣 侯有一項中央喊話 對於入境者嚴格管控 建議任何國家入境者 都需要篩檢兩次 並且建構全境快速通報機制 同島聯防防堵疫情 記者國產員陳柏宇新北市報導 台北市昨天新增了二十二例本土個案 疫情趨緩 而跟屏東風寮確診者 有接觸的兩位市民 PCR檢測陰性已經隔離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PCR陰性還是有感染的可能 面對Delta印度變種病毒 只打一劑是沒有用的 要打完兩劑才有相當的保護力 Delta變種病毒入侵 跟屏東方寮確診者有接觸的 兩名臺北市民 PCR結果呈現陰性 目前隔離中 預計七月四號解隔離 台北市長柯文哲強調 PCR陰性還是有感染可能 包括發病前發病後或未發病的潛伏期 目前唯一防堵辦法就是打疫苗 現在是說打兩劑還有相當 即使是印度變種還有相當程度的保護力 台北疫情慢慢趨緩 柯文哲表示 雖然趨緩但還是要找熱區 把前藏的感染源清掉 現階段除了萬華爆發的北農群聚感染 其他各行政區按照清零計畫 有信心處理完畢 也認為六十歲以上都是打疫苗完畢後 有機會解封 台北市群聚疫情接領而來 柯文哲堅持不公布疫調 有議員質疑蓋牌 柯文哲解釋 北市確診人數最多時 一週有一千兩百多例 公布足跡沒有異議 怕會有假象的安全感 降到二十例以下 會發布確診前三天的足跡 另外前國民黨立委丁守中自爆 在振興醫院施打AZ疫苗 全株同批施打的多達上百人 市府追查發現 振興醫院在二月時 就替丁守中以醫院董事的 非醫事人員造冊 二月份所造的這個冊的 醫事人員的解釋部分 看看中央他們在這個 為什麼當時會接受這樣子的 溺死系統還有健保卡註記 他們在五月二十六號施打的時候 其實是依照醫院的非醫事人員 的身份來施打 這部分還是情勢中央 北市衛生局統計 目前配發給振興醫院的疫苗 共有三千多瓶 後續是否還有非一到三類施打者 還需要確認 記者令信陳昌維台北報導 這次北農爆發群聚感染 現在除了接種疫苗 防堵疫情以外 北農總經理透露 第一例確診的疫調和萬華茶室有關 不過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則認為 北農疫情源頭還很難認定 二十八號一大早 環南市場的攤商們搭上專車 要去打AZ疫苗 因為北農群聚感染事件 北市府下令 除了北農 漁產 續產 花卉 以及環南市場的員工與承銷商 通通都要接種 總計施打人數約有一萬三千多人 通知兩千多人 最少要打兩千多通電話 而且都是二十七號中午以後 才開始通知 忙懷了協助通知的自治會成員 陸接電話的少數攤商 也可能成為漏網之魚 整體過程也讓市議員認為 市府與聯誼太過倉促 準備過程也有群聚的疑慮 截至六月二十七號為止 雙北批發市場的確診人數 北農有八十三人最多 花卉和續產各有三人 環南市場有四十四人 新北家禽批發市場有二十一人 但市議員許淑華指出 北農確診人數不止八十三人 而是八十九人 環南市場有五十三人 質疑北市府隱匿疫情 北農也透露 第一例確診疫調和萬華茶市有關 但指揮中心不以為然 指揮官陳時中認為 要現在判斷誰是源頭言之過早 而為了清零北市府週四起 對五大批發市場做大規模PCR採檢 匡列了一萬三千多人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也將協助 不過臺北市多個工友市場 也傳出有確診案例 市場處長陳廷輝坦言 北投市場 東門市場以及永樂市場 各有一人 而南門市場有六人染疫 永樂市場包含胎傷總共一百二十人 已經在二十八號下午前往醫院篩檢 記者國財演陳柏玉台北報導 疫苗開庭之後 剩餘的殘劑 現在各地方是如何因應呢 臺中市政府是推出了網站 今天開放十八歲以上的民眾預約 而南投則是要到醫療院所來登記 至於彰化縣政府則認為疫苗目前還是短缺 不開放沒有造冊的民眾來預約 疫苗持續開打 但每天疫苗施打到最後都會有殘劑 為了不浪費疫苗 也讓非前幾類的民眾也能有機會施打 臺中市政府二十八號下午 推出疫苗殘劑施打資訊網 從二十九號上午九點開始 就開放十八歲以上民眾上網預約施打殘劑 臺中市預約殘劑的民眾 將在施打前兩天開放上網登記 採論述排序 不過這僅限於公部門施打站 而接下來莫德納疫苗也會配發至合約醫療院所 預約方式將自行決定 不過殘劑真的不多 民眾預約也只能碰運氣 其他縣市也針對如何處理殘劑有不同做法 像是南投縣讓合約醫療院所開放十八歲以上民眾登記候補 而苗栗縣原本有開放殘劑預約 但目前都已經額滿 那就我們苗栗縣來講 我們現在目前就是各個衛生所回報回來的 以及醫療院所回報的 我們目前都已經預約已額滿了 彰化縣則為開放疫苗殘劑預約 彰化縣府表示 因為疫苗人不足 所以還是以中央公布的類別 優先接種 疫苗殘餘量由各鄉鎮衛生所回收 再針對已造冊而未施打的一到六類人員進行施打 因為疫情從五月中旬開始 補教業和幼兒園就停止上課 不過對於私立幼兒園來說 因為停課不停辦政策 所以房租 人事成本一樣要支付 而現在傳出新竹縣已經有兩間幼兒園面臨倒閉 一家補教業者申請撤照 教室裡只有課桌椅和教材教具 沒有一名學生 疫情三級警戒 補教業和幼兒園持續停課至今 對於私立幼兒園來說真的苦不堪言 我們要負擔很沉重的勞健保的費用 老師的薪資固定的成本 我們現在就是完全卡在一個不知所措的狀況 教育部規定是才停課不停班 所以說目前還是有些家長我們要服務他 我們也擔心家小朋友送來之後 老師也這個安全上跟健康上面的染疫問題 能不能夠統一變成是停課然後也停班 停課不停班政策 讓原方需要持續的支出人事 房租等營運成本 政府推出的紓困貸款申請又很複雜 目前光新竹縣已經有兩間幼兒園面臨倒閉 除此之外 不造業情況也不樂觀 而且不管是出困貸款還是老師的薪資補助 想申請成功這並不簡單 補助業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再快審核補助 並提供銀行專案認定的公文 其助業者申請紓困貸款 除此之外 也期待可以研擬有條件復刻措施 讓配套更完善 否則這場看不見鏡頭的疫情 受衝擊層面可能會持續擴大 國際消息來看 瑞典國會上週表決 通過對總理樂文的不信任案 樂文二十八號宣布辭職 成為瑞典史上第一位 因為不信任案下臺的總理 瑞典國會議長將開始協商 繼任總理的人選 組成新的內閣 瑞典總理樂文二十一號 在國會遭到反對黨 通過史上第一次對總理的不信任案 樂文有一週時間可以決定 要辭職下臺或提早舉行選舉 他在二十八號宣布辭職 樂文指出到明年大選之前 將由議長協商繼任的總理人選 組成新內閣 樂文的內閣 則將留任 擔任看守政府到新內閣接手 熱點政治評論員認為 在新冠疫情危機之下 這段時間最多只有兩週 在樂文請辭後 尋找總理接班人的重任 就落到國會議長諾倫的身上 自從上週不信任案通過後 瑞典國會中間偏右派系 與中間偏左派聯盟的政治談判 也持續進行 兩邊都希望能爭取足夠的支持 以便阻隔上臺執政 公司新聞政委員中間剛編譯 Delta變種病毒 傳染力不容小覷 以色列發現有人完全接種 還是衰檢出了陽性 另外西班牙觀光小島 學生期末旅遊則是爆發了群聚感染 將近五千人隔離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西班牙熱門旅遊景點 瑪約卡島這家觀光飯店 現在成了防疫旅館 這群中學生本來是為了慶祝學期結束 而來玩現在隔離代塞中 健康官員表示這波群聚已近一千兩百人確診 目前全國十七個地區中有八個 又超過九百名確診者 曾在此留下足跡 包含瑪約卡島在內的巴利亞利群島上周 才剛被英國列為旅遊安全名單 以色列發現有部分確診者 完全接種後仍然塞出陽性 這令當局對變異毒株Delta高度戒備 不過也強調輝瑞BNT的防護力有九成 意味著有一成左右的人有感染機會 另外也發現Delta對十五歲以下族群有高度威脅 強烈建議十二到十五歲族群儘快接種 目前該國人口中有百分之五十五完全接種 當局評估達百分之七十五就可群體免疫 不過Delta攪局以上修為百分之八十 Delta變異株看來也正在南非迅速傳播 二十八號是南非恢復更嚴格的封鎖令第一天 餐廳酒吧關了街道冷清 南非二十七號新增將近1.8萬例確診 接近今年一月第二波疫情單日確診高峰 同樣為了遏止疫情爆發的馬來西亞 二十八號繼續全國封鎖 當局表示封鎖外另一重大目標便是疫苗接種 馬來西亞目前僅百分之六的人完全接種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期見